第二届全国电竞青年锦标赛决赛在捷运美丽岛站热血开打 总奖金高达40万元 共有216队超过1200名电竞好手报名参赛 队伍及人数规模更胜去年 在历经20天激烈赛程之后 决赛最终由失业者联盟队脱颖而出 由高崇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嘉兴 亲自颁发冠军奖杯与奖金16万元 借此表扬选手在电竞领域的优秀表现 现场也邀请知名实况主与副秘书长竞技 过程紧凑扣人心弦 让参与直播赛事的民众都大呼过瘾 我们在电竞产业的教育训练培训上 比较着重在选手的培育 但是幕后的团队一样是非常重要 值得来重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精彩的电竞赛事的诞生 除了选手之外在场上比拼 还要连接到职业战队后勤团队 包括赛事的转播剑集以及活动的规划 这个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的今年全国电竞青年警告赛除了这个基本的赛事规划之外 也延续了去年 去年是开制播的课程 今年推出全新的剪辑的课程 邀请到这个都是电竞产业 业界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士来亲自受课 这些讲师都具备非常非常丰富的电竞产业相关经验 让我们参与的师生在这样的课程中间 能够快速的累积经验以及相关的专业基础 我相信将对于我们许多有志于或是向往于未来从事电竞产业工作的年轻朋友们 会带来更多的信心 为了培育本市电竞产业人才 青年局与高雄在地的励志中学 树德家商 三信家商与中山工商 树德科技大学 正修科技大学等六所设有电竞专班的学校展开深度的合作 推动电竞校园讲座及后制剪辑精英班等课程 建立产观学合作的模式 其中精英实作班的学员们透过后勤剪辑课程 优质的实作环境累积实战经验 此外伴随网络及5G世代来临 借由影音转播 后制剪辑 社群及影音平台的串流传播 让大家看见高雄电竞的新能量 以上新闻由潘义伟 夏伟继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